首次上稿18点52分更新时间20点16分 记者张轩哲台中报道 1月份数播霸王及寒流来袭 低温严重影响离岁假接 有离农离岁假接成功率近2成左右 损失惨重 立委将启臣今日邀农两署 台中市府农业局 台中区农改厂人员至东市会刊 将启臣当场痛批政府机关麻木不仁 农业局指出 农委会今日傍晚公告台中为高阶离岁天然灾害 现今救助地区农民可前往所在地区公所 提出现今救助申请 将启臣指出 在接或成请后第一时间及发文要求农委会 农粮属因密切掌握气候变化及实惠症农损情形 随立即收到农政单位置试的转文及回复 但至今潭流结束近一个月 受到寒海农损的农民仍无人闻问 农民离岁经过多次嫁劫 五颜六色的交代代表着农民无数次的心血 欲哭无泪 初步勘察将近有六成的离岁受到损害 以东市地区种植高阶离面积约两千公顷推估 这有一千多公顷受创 将启臣要求农粮属应该立即完成现刊 于三天内完成公告 救助范围协助农民早日恢复正常农作减少损失 离农侯祥玉表示 今年潭流来袭的时间适逢进行高阶离嫁接 不论是离岁人工或肥料等都让果农损失惨重 希望现今救助能快点核发 农业局表示 针对台中市二月低温危害农作 不情形 农业局透过LINE电话等管道掌握台中市各区农作物灾害状况 因低温危害农作物为延迟性损害 农业局以照农委会农粮属指示 一农业天然灾害救助办法 规定于3月2日前 邀及农委会及农粮属组成勘察小组 确认灾情后 存报中央完毕